7月17号热黑箱温泉路二段和北六路口发生了死亡车祸 为了避免遗憾暂时发生 地方的民众娴熟向议会来呈情 23号由副议长潘岳霞号召了相关单位在事故的路口来会刊 进行通盘检讨 最后决议要设置反光镜 增设黄网线以及让字 提醒民众注意路口来车减速慢行 这个路口就是前几天发生客运专车与自小货车交通事故 造成自小货车驾驶夫妻天人用格 为了不要让事情再次发生 华林县议会副议长接受当地民众的陈情来到这里积极回看 我们也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再提升这些的警示 交通的设备来提醒用路人 能够死死的来注意这个路况 一开始就先由凤林警分局长报告肇事经过 再由各与会代表现场讨论 集思广义 通常规划温泉路二段各路口的号制标志以及标线 刚刚听了各位乡亲的声音 我想不止北六路 在温泉路二段沿线从北二路 北三路 北五路到祥北路等等的路段 我们会同步地板会画色慢字 还有黄网线 这个部分因为全者在相公所 我们会行稳给相公所来做建议 潘月侠最后总结 决议要在温泉路二段与北六路口增设闪光耗制以及反光镜一面 路口以及翔北路口都会增加黄线以及嘉惠让字 提醒用路人注意路口来车减速慢行 路口有一个防光镜 那有黄化线的一个中心点 然后前后个几百公尺有一个慢字的一个提醒 目前就这样 那有必要的时候看是不是在装设 那个赏黄灯的警示 潘副议长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实地会刊 有效强化路口的安全措施 以保护用路人行车安全以及秩序 避免汗事再次发生 记者高双双瑞瀚采访报道